好 接著要帶大家來關心天氣了 這寒流發威 其實從週六開始 有許多地方就開始下雪了 在各地的低溫也刷下 入冬以來的新紀錄 我們來看到在今天清晨的低溫 在平地的部分 最低溫是出現在淡水的3.8度 板橋3.8度 還有新竹的2.8度 這可以說是44年來最強的一個低溫 因為在上一回 台北地區出現4度 就在44年前 要提醒您今明朗天是 寒流影響最為強烈 所以中部以北低溫下探3度 在今天晚上北部的低溫3到5度 中部4到5度 南部地區5到7度 還有東半部溫度稍微高一些9到11度 所以今天晚上外出的話 到明天清晨要特別留意天氣的變化 因為這個水氣減少了關係 這水氣由北到南逐漸減少 所以山區的降雪也可能下半天就要減少了 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寒流影響最明顯的時候 再加上明天清晨輻射冷卻的影響 這個低溫下探3度 尤其明天要上班上課了 要特別留意 不過好消息是 這個水氣稍微好一點的時候 這整個天氣就會比較是穩定一點 太陽露臉了 看到明天白天 北部地區3到10度 溫度略微的回升 而且是多雲的天氣 在中部地區4到14度 明天溫度白天你會覺得稍微暖和一點 但是14度其實還是滿冷的 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東半部地區5到15度 這白天夜溫差是非常的大 提醒你早出晚歸要特別注意 整個溫差感覺會特別明顯 還有東半部地區9到15度 不過在東半部是有一些 短暫雨的情形 而接下來再來看到 明天這個下雨情形 這在東半部其他地區 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而且這一波寒流強度 剛剛也提到真的很強 所以今天其實在北部 海拔500公尺就有出現飆雪情形 甚至在海拔400公尺的陽明山坪燈裡 都看到雪景 不過接下來這個雪就會慢慢比較少了 因為水氣減少了關係 寒流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最強了 北部低溫下探3度 到了明天白天 溫度會稍稍的回升 但是還是比較冷 要等到週二寒流整個減弱 氣溫才會明顯的回升 所以要特別提醒大家外出的話 注意保暖 注意安全 而且另外再來關心的是 在目前還是有持續來發佈低溫特報 大家外出的話 多加留意記得多加件衣服 家中有心血管疾病 老人還有幼童 更要留意氣溫的變化 以上就是這幾項提供給您